属灵新汤之神爱世人 世上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残果 有病的我必医治 以西节书三十四章第十六节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常常会遇上一些对教会非常不满的人 一些信徒因为不能忍受非信徒对于教会的不满 而给予非常情绪化的反击 所谓四处必有因 他们对教会的负面感觉的原因是什么 或许是教会曾经给他带来伤害 一个人的救恩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我们所能定论的 因为上帝说 世上的 被逐的 受伤的 有病的 都是神所爱的 身为一个福音使者的使命 是全力去把福音广传 而不是选择性的去传福音 求上帝 求上帝怜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赐我一颗爱灵魂的心去传福音 因为救恩是天父的恩典 任何一个人 都是神所爱的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